大家好,我是小鹿 你们爱吃吉野家的肥牛饭吗? 我是特别的爱吃 每次到他们店里我都必点这款 那今天呢,我就来教你们做一下这个肥牛饭 可以做出和他店里一模一样的味道 那下面呢,就来赶快看看我的制作方法吧 Let's go! 首先我们先把洋葱切成条 切好后备用 下面我们上锅加水,等待水开 水里面呢,可放一些姜片和料酒 水开后呢,把肥牛放里面煮 可以去掉肥牛的腥味 如果不喜欢姜的话,姜片可以不放 水开后我们放入肥牛片 把肥牛片浊一下水,去一下血沫 现在肥牛片已经煮到变色了,可以捞出来了 捞出以后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条酱汁 先放生抽两勺 蚝油两勺 料酒两勺 糖两勺 黑胡椒粉一勺 黑胡椒粉一勺 少许的盐 淀粉多半勺 搅拌备用 下面我们热锅下油 油 油热后放入洋葱 洋葱炒至斑透明状以后 再放肥牛 现在可以看到洋葱已经是有透明的状态了 现在下入肥牛 翻炒一下 加入我们之前调好的酱料 翻炒一下 因为肥牛呢,浊过水 就不用炒太久 不然的话呢,肥牛会硬硬的影响口感 制作完成,准备出锅 一份吉野家式的肥牛就完成了 如果配上一些米饭的话 就变成吉野家版的肥牛饭了 让你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 看看我的饭 我要开动了 今天呢,我喝小米粥 配上榨菜 粥和榨菜是完美的组合 我最喜欢这样吃了 好,我吃那个香蕉 要吃到什么 我可以吃到 还有一半 我吃到小米粥 我喜欢这个咸粥 好,我不会吃到好 太好吃了 我给你咸粥 我吃到一鱼 我把这盒粥 我做到粥 噶,放到粥了 我喜欢这样吃 今天用粥给你们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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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跟吉野家的味道一模一样 南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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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